今天要介绍的是济宁市的梁山 也就是水湖传的发祥地水泼梁山 名著水湖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水湖传是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题小说 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坡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 由被逼落草 发展壮大 直至受到朝廷招安 东征西讨的历程 梁山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境内 海拔197.9米 山体占地面积4.6平方公里 由虎头峰 雪山峰 豪山峰 青龙山四座山峰组成 现今水泼梁山移成风景区 由七条之脉和八个山峰组成 主要景点有磨牙石刻 中义堂 黑风口 宋江马道 号令台等等 磨牙石刻 刻布水泼梁山记 是著名书画大师范增2002年专为水泼梁山风景区 撰写 怀着对英雄固理的一腔深情 慷慨 辉豪 描述了水泼梁山 和月 阔郡 草木萧森的雄奇景象 中义堂 原教聚义堂 朝盖在增头市重见身亡后 宋江成了山寨之主 他便把聚义堂改为中义堂 并在门前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 号令台 有四部分组成 主台为三层 用站桥与周围三个望台相连结 东台为聚罗厅 西台为大谷厅 南台为望台 设信号灯 标志其 想见 在水泼梁山风景区的不远处 有一座水湖好汉城 水湖好汉城是一处集中义楼 运城县衙 潮家庄等原汁原味的古代建筑群 和宋江武校的武术教学与交流 以及狗娃艺术团的武术舞蹈 水浒情景剧表演与一体的综合性 人文景观 景区包括中义楼 运城县衙 潮家庄 宋江武馆 运城九楼 及时余茶楼 孙二娘客栈 大刀馆 乌龙院等十几个景点 运城县衙设有大堂 二堂 六房 后宅和监狱等建筑 宋朝服饰和县衙文化展览 可使游客很好的了解北宋时期的历史文化 情景剧 李逵坐牙更可让游客穿越时空 体验水湖文化 潮家庄为托塔天王潮盖的庄园 是典型的北方地主庄园 古代城堡市建筑 设有城门 延武厂 厢房 马厩 粮仓等景点 每个房间均可通往暗处 通过暗道可上至城墙 用于防御 下至迷宫 用于逃生 今天对梁山的介绍就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